主席 我想講兩點 第一點就是剛剛講到階級別之間的矛盾 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在接下來會再嚴重 因為我們看到趨勢 社會上都是高薪的 容易得到一個更大的調整向上 但是低薪的 會傾向於比較停滯都未定 如果我們政府的薪酬結構 亦反映民間或者社會上的企業情況的話 我們很容易整體地社會都會出現這樣的分化 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要小心 當然我知道現在這個水平趨勢 就是希望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差距不要相差太遠 但是同時之間我們可能在深化一個社會問題 兩者之間如何得到的平衡 我希望接下來可以有些考慮 第二點我想回應剛才的一個爭論 就是有關我們的薪酬調整 但是今年的薪酬追加 都未能夠解決 那個問題我很想表達一下 就是我們說先而後難的原則 其實早在六、七月的時候 說著這個新界東北的時候 我們已經跟吳亮星財委會主席說這個問題 他當時亦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 但是政府不完全調整 7月21日我們公務員事務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我問局長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回來 今年的年度 回回來的時候 調整那個次序呢 但是當時得到的答案就是 都不會調整 但是 其實是不是不可以調整呢 就是政府當他看到前面有車禍的時候 他還要把車放在車禍後面那裡 而不是在車禍前面那裡 那你就是 你就是希望 有排都不能夠在車走過去 那這種 那這種 是不是一種比較現實的做法呢 我不是想在這裡追究的責任是誰 我覺得 作為政府 是不是可以老老實實 去看看現在的問題 急民之所急 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 現在我們在公務員事務委員會 將一些的疫情提前 但是結果呢 政府都要將包括 我關心的那些教育的項目 要抽走 其實 主動權的確是在政府那裡 政府是不是可以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們不要說 水平趨勢 說幾個%再進一步調整 今年的加薪問題 應該盡快解決它 我們很多老師都問我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盡快解決 但是呢 到現在都未見到的盡頭 那麼 我知道這個不是局長 可以一個人可以說到事的 但是我希望呢 局長能夠向 就是 司長 甚至特首 反應 我們的確是 作為政府 是要解決問題 而不是 在問題那裡糾纏 好 剛才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 已經討論了很久 看看局長言與回應 主席 我想回應兩點 議員所提及的 第一點 就是關於高級和低級的分別 但是當然我們要考慮 因為我們的機制 就是希望能夠 其實是一個大致的相約 那麼我們也要考慮到 就是留人才那個考慮 所以 所以 這次新常會 也都不是做一個機械性的調整 他也沒有建議到 譬如有一個第二級的組別 他也沒有建議去減 所以他用了一個 百分之五的其中一個考慮點 就覺得 就是 建議高級的那些是加分百分之三 所以他也考慮了這一點 第一方面 就是要確保一個吸引力 留人才 第一方面也都不會說 更加拉闊了那個所謂 一個職級和其他職級的分別 但是一個 這些不容易的平衡 但是我想 他們是做了一個 考慮了 也都聽了同事的意見之後 還有一個建議給我們 至於剛才另外的一點 就是 我們剛才都說了很久了 我們覺得就是說 整個政府來講 我們一定有些重要的項目 我們不可以因為 有一些爭論性 是將它擺低 簡單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覺得 三對一來一定要 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大家 在財委會 盡快做一個決定在這裏 其實我們要求 我們都不是說要擺低 只不過就是說 或者在這個討論的過程裡頭 我們只要將這次序 稍微調整一下 我們學校的工程項目 可以通過 我們的工務員加薪 可以通過 然後我們仍有充分的時間 去處理那些爭略議性問題 新加東北也好 現在說的三對一路也好 我覺得這個並不是一個好 現在的做法 不是面對現實的做法 時間到 其實這個意見 其實很多同事剛才都表達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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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